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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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up guys 大家好 我炒蛋 那么今天這支視頻呢 就很有趣了 因為今天炒蛋準備開箱一雙鞋 關於這一雙鞋的炒蛋最近 我在可能不同的場合 然後跟不同的朋友也聊過 那麼他們對這一雙鞋的第一反應呢 就第一眼看過去覺得 好像還不錯這一雙鞋 然後第二眼的評價呢就是 我操安踏的 所以炒蛋今天交給大家開箱 這一雙最近在可能網絡上 還挺多朋友做過評價的 他的一雙老爹鞋 這裡這個圖 那麼這一雙鞋呢 首先我要非常感謝 安踏給我寄來 他們這一款就挺受歡迎的鞋子 畢竟我也是花399塊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盒子 那麼它正面肯定是一個 冷帶的安踏的logo 然後旁邊這裡寫了一個 Keep moving 就是它那個slogan 然後我買的是9.5碼 就是43碼 不過有沒有偏碼之類的 我要等一下試穿了才知道 首先我們現在說一下這一雙鞋的整體的造型 那麼這一雙鞋呢 它看起來會比較修長一點 就是它沒有像巴黎世家 那個SSS一樣那種笨重 然後它的那個鞋身呢 就會看起來會更加長 這一雙鞋中間的這個部分呢 它會設計的比較窄 但是它的鞋頭這個位置呢 就比我看那個網上的圖片的時候 會顯得更加寬一點 總體來說這一雙鞋的整個造型 還是充滿了速度感的 可能就不像那個Easy Wave Runner 700那樣 那麼圓潤 顯得那麼圓頭呆腦 不過關於鞋子的整體造型呢 這個還是得看就當時品牌鞋子的設計師 它的一個設計思路是怎樣的 因為不同牌子它的設計師 它設計的思路還是不一樣的嘛 所以大家覺得這個造型如何呢 就見仁見智吧 因為大家的品味口味也可能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有意思的地方呢 就在於安他這一次設計這一雙鞋呢 它淡化了它自身的那個LOGO 你第一眼看過去是不會很明顯的看到它安他自己的LOGO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那其實它把這些LOGO隱藏了在這裡 因為在之前我經常聽到一種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你同樣的設計 如果你上面打的是那種國貨的牌子 什麼安帕什麼紅線爾克爾什麼361度這些 大家就覺得不好看 但是如果你把同樣的設計在上面打一個Nike 打一個Adidas打一個Under Arm 那麼大家會覺得 其實也挺好看的吧 然後就會慢慢的被那個品牌的力量所影響 最後從不好看又覺得挺好看的還是把它買了吧 這一次安他就把自己的LOGO給隱藏和淡化了起來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這雙鞋子的時候呢 就消除了至少消除了它對可能安他的一些偏見 因為畢竟安他現在還沒做到就是說賣LOGO的那個地步 就他的那個品牌力量還沒達到說好像Nike他的影響力那麼大 甚至以前還出過許多就說他抄襲其他品牌的設計的黑歷史 所以這一次安他他就很聰明了 你嫌棄我LOGO是吧 他壓了我就把我LOGO藏起來 雖然說這一次安他這一雙鞋呢 他設計的還算是可以 但是在關於他質量問題上面呢 還是有一些地方需要改進的 就有一個特別明顯的地方 就他抄襲的地方太多了 尤其在各種這些細節的地方 抄襲的非常的明顯 而且他在可能關於顏色跟顏色之間的 噴顏色的時候呢 他噴的不是很整齊 不過我也不能對你要求太多 畢竟這也只是一雙399塊的一種鞋 然後他官方也沒有說有一些什麼科技 唯一的科技呢就是這裡寫著的 安踏抗軍防臭科技 抗軍加防臭專制香港獎 最搞笑的地方呢就是在於安踏 連這一雙鞋的一個名字型號都沒有起 他這個鞋上面寫著的就是 安踏生活系列難休閒鞋 安踏你這也太不走心了吧 那麼總的來說呢 其實安踏這一雙鞋 我個人覺得還是可以啦 就我們也不能老是抓他以前的一些黑歷史不放 反正他做得好我們就誇做得不好 我們再罵了 那麼這一期視頻呢大概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一期視頻的內容 我是炒蛋 那麼如果大家有一些什麼想要跟我說的話呢 可以到我的微博去留言評論什麼的 然後Bilibili的彈幕 然後下面的評論也可以 那麼之後我會做更多有趣的視頻給大家 我們下一期再見 Peace